机场人员一进到旅馆房间 这名女子吓到两手遮脸 当时她正在帮人矫正牙齿 她说还可以先给她做出去吗 她没有那个医生的执照在台湾 做这个是违法的 而且有危险 机场人员接获通报 这名印尼籍女子在网路上 发布牙齿矫正影片 像是缺牙能够补齐 一口烂牙还能还原 从矫正牙齿到保养 价格不超过万元 这名女子37岁 在印尼旧市美执照的护士 来台湾之后赚着休假日 北中南道府服务已经一年多 不光牙齿甚至连眉睫文秀 皮肤美白说是边做边学 拓展超过20项的服务 统统低于市价 吸引同乡抢破头预约 因费用便宜且名额有限 吸引许多同乡慕名预约 全案依违反医司法等规定 移送地检署侦办 警方在现场发现 医疗仪器超过300项 用具却没有消毒防护 曾经因为刮伤病人舌头 安装矫正器失败被课诉 违法的这一名地下牙医 自血矫正 吸引贪图便宜的民众 没有医疗执照 没有消毒用具 为了便宜拿自己的牙齿冒险 时代危险 记得极限中领知会 高雄报道 请订阅 Susan